如果你想让你的唱歌有情感 听上去声音还好听 你就一定要练练气息 气息是一个专业歌手 必备的一个技术 那么有的同学就问说 在家能不能练练气息呢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日常的四个方式 一亿分享给大家收藏起来 慢慢的看着练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深呼吸 对 你拿后背后腰立起来 然后像我这样立起来 然后呢 你用鼻子先呼吸 那你鼻子吸呢 就能吸得深一点 你看 对 一吸呢 你的肋骨腰腹周围就有扩张的感觉 然后你要保持这种扩张 然后你吐丝 你看 你看你吐丝的过程 你的腰腹周围还在扩张 对 这是重要的环节 好 那你第二遍呢 你就可以鼻子和嘴巴一起来呼吸 那么唱歌中都是口鼻一起吸 你看 对 你会感觉你腰腹周围 感觉肚皮在使劲 对 这个就对了 每天练个五六分钟 其实一段时间以后 你的腰腹周围 它就有了那种控制气息的那种感觉了 第二个方法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 你可以这种间断性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让你的这个吸进来气以后 保持一会儿 比如说 你看吸进来 对 憋一会儿 但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记住 你的胸部和你的肩膀 必须是放松的 你的胸阔只是刚刚吸进来 那个感觉就行了 你别使劲的憋气 那就不对了 你可以不断的这个吸进来气 把你的这个两个肩膀晃一晃 对 它是松的 但这个时候后背后腰是励志的 一定要记住 然后呢 你那个保持一会儿 你再 这样子呢 就可以练了我们的这个腰腹周围 我们的这个呼吸肌肉群的这个灵敏度 对 那么第三个方式呢 就是我们找一首慢歌 比如说那个红颜这样的歌 红颜天空上 对 你就跟着它这个节奏 对 你就不断的跟着原唱 对 哪个地方换气 就跟着它一起来 那么慢慢的呢 你就会把你练气息的这种方法 其实实际就带到歌里面 你就慢慢知道怎么用了 那最后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可以跑跑步 或者是游泳 尤其是游泳啊 其实我们特别练这个气息的这种控制能力 你要憋气嘛 但有的时候憋呢 这个意义呢 打个引号 不是那种 死憋的那种的 其实还是你腰腹周围 控制气息的能力 对 反正吸进来 保持住 很重要 保持住 很重要 别忘了点赞